去哪儿开播三季终于有了一家外籍家庭 就是夏克力一家 金发碧眼的夏克力在台湾出道一直不为内地人熟知 自从参加爸爸去哪儿之后 夏克力在内地终于成为了耳熟能详的明星家庭 日前夏克力一家三口现身机场 女儿夏天也是人气小明星 独自一人坐在行李箱上的夏天一直默默玩着手机 也许是因为怕长时间看手机影响视力 一旁的友人立刻将夏天的手机没收 没抢到手机的夏天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感觉极为不悦 幸好夏克力夫妇是非常支出打理的家长 不但没有发火 而且非常支持友人作为 之后夏克力与妻子黄嘉谦牵着夏天的手前往登基 虽然夏天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但是有了父母的支持 夏天再不爽也得听 搜狐视频一楼播报独家报道 爸爸去哪儿开播三季终于有一家外籍家庭 就是夏克力一家 金发碧眼的夏克力在台湾出道一直不为内地人熟知 自从参加爸爸去哪儿之后 夏克力在内地终于成为了耳熟能详的明星家庭 日前夏克力一家三口现身机场 女儿夏天也是人气小明星 独自一人坐在行李箱上的夏天一直默默玩着手机 也许是因为怕长时间看手机影响视力 一旁的友人立刻将夏天的手机没收 没抢到手机的夏天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感觉极为不悦 幸好夏克力夫妇是非常支出打理的家长 不但没有发火 而且非常支持友人作为 之后夏克力与妻子黄嘉谦牵着夏天的手前往登基 虽然夏天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但是有了父母的支持 夏天再不爽也得听 搜狐视频一落播报独家报道